國產重大力關係 林北豪油自導自演事件 衍生出國民黨還有公關公司關係密切 甚至是洋網軍的爭議 其中代表基金黨參選港湖的無心帶就爆料 國民黨的對手李彥秀 投資方和還有歐洛英 兩家公關公司大概是兩百多萬 質疑他就是透過公關公司來洋網軍 不過今天兩個人都來東湖市場掃街 也隔空湖港一起帶人聽 透過網路在每一次選舉 透過形象照片拍攝 短影音的拍攝 這是每一個政治人物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都會找公關公司團隊來協助幫忙 如果要說網軍側翼 我相信李彥秀不過是幼稚園 連幼稚園可能都還沒畢業 高嘉瑜恐怕就是所謂的網軍側翼的死主 如果他覺得他花了兩百多萬 加起來這麼多百萬的價錢 都不是大金主的話 那他對錢的價值觀 跟我是差非常多的啊 好是可以聽到吳欣代批評李彥秀 如果購買了這個服務 是針對個人政策的宣傳 還是用來抹黑必須要說清楚 不過李彥秀也反擊 找公關團隊來幫忙形象照片的拍攝 是行之有年 如話說他洋網軍根本都是幼稚園 還沒有畢業的等級 但是這個吳欣代也在反擊說 如果投資網軍公司兩百多萬的價錢 不是大金主那兩個人的價值觀真的差很多 是廣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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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簿 粵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